我觉得这次做比上次还要好吃 这次我们准备全程给大家记录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 分享给大家 唯有美景与美食不可辜负 我们是露露和Michael 今年夏天我们打算打卡加拿大境内不同的露营地 以露营这种方式探索一下加拿大的宝藏风光 哈喽大家好 我们又见面了 这个周末Michael和我们打算一起探寻温哥华旁边的一个独立岛屿 叫做Galiano Island 这个岛是温哥华和温哥华岛之间的这些海湾群岛中的一个 之前我和Michael出去徒步的时候遇到一个朋友 他们一家是直接开船上这个岛过了一个周末 听说那个岛的风景非常非常的漂亮 我和Michael也没有去看过 所以这次想去好好探寻一番 那我们一起去看看吧 亲爱的你看旁边这辆Green Garbage 对 猫痘痘 好久一辆车了 我们这次呢去这个Galiano Island也是要乘坐轮渡的 我们现在呢就在这个轮渡码头排队等来上船 我所在这个码头呢就叫做Twasen 它呢也是我们大温哥华地区最大的轮渡码头 从这里呢乘坐轮渡 可以到达温哥华旁边很多的岛屿 到了 我们刚才的时间好带的是我们往回来 包子 这是去Galiano 你期待吗 哎呀 包子摇着小尾巴感觉甚是有期待呢 亲爱的 你很期待吗 期待的呀 哇 我第一次看见这轮渡码头还有大巴车 这个估计是可以直接坐着大巴去市里的 还有 你看这个船的外申 你看这个船的外甥其实还画着画呢 这个画是为了记住本地的沙利士部落的文化和历史 蛮有意思的哦 我们做的这艘船叫做沙利士奥卡 它们一共有四层都是客舱机 下面两层是停车的 上面两层是坐人的 再上面呢就是工作室了 这是让我想起了小柔在学校里面的那个零食机 哎呀我看看今天想买个小零食吃吃吃吃啥呢 要不吃买个堪地吧 嗯 赶紧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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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喜欢 翻了嘞 嘿嘿嘿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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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都是全家有福同享 我们现在已经上这个Galiano岛了 马上我们就要到我们的露营地了 现在我们大概还要开将近十分钟的车程吧 一会儿见 我们到露营地了 今天下着细腻细腻的小雨 不过在雨中这个露营地看起来也挺美的的 就这个了吧 就是这三个 猫子不要喊 你这喊啥呢 知不知道要到了 我们现在到营地了 现在有点下着小雨 所以我们打算先把雨盆搭一下 然后再把帐篷搭一下 然后把东西收洗一下 想想今天晚上吃什么好吃的哟 好的 来 那我们赶紧抓紧时间吧 好的 我们到了营地以后 这个雨一直下了就没有停 本来我们打算在营地周围转转 看来现在也去不了了 我们现在已经把帐篷 还有雨棚子这些全都搭好了 准备开始生火做饭了 上次我们露营的时候呢 买了羊排烤着吃 我们都觉得超级超级的好吃 这次我们又买了羊排 这次呢 我们准备全程给大家记录 我们的整个制作过程 分享给大家 只要上面这块木头找了 这次基本上我们就安全了 这羊排包的是非常的紧实啊 哎呦 还有一只 哎呀 终于看到肉了 第一步呢 我们准备把这个羊排拿好 然后呢 把在上面呢 划上几刀 然后呢 也不用太精细 大致呢 就是大致差不多的这样子 划上几刀 这样子的话 它更容易熟 然后到时候撒调料 它也更好入味儿呀 好 现在呢 基本上呢 我划的也不是很多 我觉得这样子就太好了 再划的多以后 肉就有点碎了 我们的那个羊排已经划好了 我们稍微拿着纸吸吸水 我们准备放到火上去烤了 我在网上看很多菜谱的 他们都要提前腌制羊排 但是我们上次也没有腌 就特别好吃 我们这次还是不腌 就是说完全新鲜羊排 不用腌 我们现在就准备上火了 一定要注意火候 火不能太大 火太大了以后呢 它就会烤的吧 外面烤焦了 也会烤的比较干 要注意呢 就是中小火 好 你这是去哪里玩了 啊 像淘气包一样 烤那么脏 我们的调料呢也很简单 我们有紫然 还有辣椒粉 然后那个蓝色呢是盐 红色那个是糖 糖其实就放一点点 也可以不放 我们把调料都倒出来了 现在大约我觉得已经有五层熟了 五层熟的时候呢 就可以撒烤料了 现在呢 我就要均匀地撒上这个 辣椒面跟紫然 先撒辣椒面跟紫然 我会比较后面再撒盐 因为早撒盐的话呢 它会使这个肉呢比较紧 包仔 你是不是给自己找了一个好地儿 这个羊排现在考试的大约有七八成熟左右了 现在呢大约考试了一个小时左右 我们再考试个二十分钟 应该就差不多了 烤完之前要再撒一两遍调料 包括盐 火有点不给力 烤完之前要再撒一两遍调料 这汁水四一而简直 可以了 超香的羊肉味 是的呢 好 我们准备把它切开 很烫啊 看看这个肉 哇塞 好棒啊 撒上这个秘制蘸料 这个秘制蘸料里面有花生 还有芝麻 磨成的碎 哇塞 看起来就好棒 哎呦 天哪 我觉得这次做得比上次还要好吃 是吗 嗯 这次感觉 烤得更嫩 就是外焦里嫩 里面很嫩 没有那么干 绝了 我觉得现在露营的美味里面 羊排应该是No.1 每次出来露营 要吃一顿羊排的话 应该都可以好好睡上一个美嚼嚼 太美了 幸福感飙升啊 幸福感飙升啊 这个汁水超多的 是的呢 西筋烤得酥脆的了 我从小就喜欢啃排骨 哎呦 现在觉得这羊排真的是 吃了呀 哎呦 这个太香了 我们三下五出二都马上要吃完了 这啥造型呀 屁股掘的 头低的 专心自制的啃 羊排啊 瓜子现在成立在羊排的世界 不能自拔 这一期视频就到这里了 下一期视频我们会一起好好转一转这个Galiano岛 跟告诉你们为什么这个岛是我们在加拿大去过所有岛屿中最喜欢的 是啊 好